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心理健康 我们特别要来访问到亚洲大学的副校长 我们的柯慧珍副校长 副校长好 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午安 是 那我们知道说亚大心理系呢 从事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网络成语治疗呢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副校长 先来跟我们分享 对 那个亚洲大学呢 那个网络成语呢 是我们学校设定的一个特赦 因为我们发现到说 其实在现在3C时代 各种3C产品对我们都非常重要 而且也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大的创新的机会 尤其在COVID-19期间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是大量的需要利用网络 利用3C产品包含手机 但是就是我们有一些 就是特别的是在青少年的族群 那我们发现 他在使用这个网络或使用3C产品的时候 他没办法得到一种 把3C产品呢 当作是他的工具 那用3C产品呢 来作为他的生活的便利 或者更多创新的一个机会 但是他恍而变成被3C产品绑架了 也就是说 他可能就会在使用3C产品的时候上瘾了 我们知道上瘾是什么呢 上瘾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会使用到过度 这个过度呢 让我已经会影响到我的身心健康 影响到我的学业学习的功能 甚至影响到我跟家人或朋友的这种社会关系啊 但是我又没办法的去适度的调控他 比如说我适度的减少他 我适度的不要再那么的依赖他 不会再一直迷在这个世界走不出来 那我知道是他对我已经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 我每一次我想要减少 可是我只要打一场low 但是我就会又一直打到半夜 隔天呢要考试 我没办法考 隔天要上学 我没办法上学 所以像这样子就是会出现失控的现象 甚至一旦如果说我没有了这个网路 没有了手机 那我还会出现那种 好像我整个人都很忧郁 整个人生都变成生活也都变成很空虚 那我还会很烦躁不安 而且我还非得用他不可 只有再用了他 我整个好像整个人才会恢复 这个心情才会恢复 那么我才会平静下来 所以就是有那种 这种阶段的症候群 所以现在我们就发现到说 好像只是使用不断不断的 你过度过度的去使用上网 那么你去上社群 或者是你玩游戏 这个也对某些人来讲 他也可能会有这种过度 而且失控 然后不能不玩他的 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反应 我们就说上瘾了 那所以呢 因为观察到这个现象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时代呢 随着手机啊 网路越来越普遍 可及性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也看到 一些我们的年轻的族群 或者是一些青少年的族群呢 这个大概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这种成瘾的问题 他可能是游戏成瘾 他也可能是社群网路的成瘾 或者是这个网路上面的性成瘾 他有各种不同的 那有些人是什么都玩 所以他是一种广泛性的成瘾 所以他什么活动都有 但是这样的现象呢 到底成瘾是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来帮忙他呢 那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这个全世界现在都都试着在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2018年 就是在WHO 国际疾病诊断分类系统 已经把游戏成瘾 游戏疾患 也就是游戏成瘾 他把它列成是一种行为成瘾的一种心理疾病 所以也呼吁 也就各国呢 开始要重视这个议题 那大家要知道更多着重在这方面的资源 包括去研究他 包括是去开发他怎么样的一个服务 甚至要去预防他 那这个也因为这样子 亚洲大学是一个大学嘛 我们也是一个有一个这样的社会责任 针对一个新的一个社会问题 心理健康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尝试的希望带动研发 那么带动一个我们的人才培训 那带动我们的一个服务 希望能够来协助一个整个全球 或者是在我们台湾 我们面对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年轻族情呢 是蛮高比例的 高发病率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呢 希望能够来帮忙 那过去呢 我们尝试开发过很多不同的一些创新方案 那来有效的 来提供这样子的网路成因的 他可能是在一个治疗上面 或者在预防上面是有效的 那因为在心理学里面非常 跟医学现在都非常强调实证 好的 谢谢副校长的说明 实证真的是很重要 那因此呢 亚洲大学过去呢 就创办了这个网影防治中心 那现在呢 亚洲大学心理系呢 又有一个新的idea 那这个idea是什么呢 等一下请副校长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